美鳳有約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感謝你收看美鳳有約 美鳳在家每天早上 我都是自己作料理來吃 有時候我還帶便當 我會吃什麼呢 簡單的話 就是一個湯、煮個肉 不過我會告訴我自己 一個禮拜大概有兩天來吃 因為... 不過因為我有時候過敏 魚要吃的時候 我都要特別選擇 因為我覺得 那國瑜我都怎麼做呢 我就是用 然後它會有一些魚油 那是很營養跟食材藉油 然後又加一些自己愛作的料理 不過今天 只有專家要來跟我們分享 其實鮭魚它的食材好壞 真的差很多 然後它的作法 有不一樣的作法囉 我們大家一起學一下 也來了解一下 好手請問 歡迎江Sir還有我們的 鮭魚達人哈利 我是老饕媒體人江Sir 我是鮭魚達人哈利 我們今天跟鳳姐要約什麼呢 國王鮭魚好料理 鮭魚 你們倆是特好的啊 還有醬耶 對 出來之前就先講一下 江Sir說要爽帥 今天叫作雙廚出任務 出任務 對 我知道江Sir呢 我要跟大家特別分享 介紹一下 我來民視的時候 我就認識他了 他是一個算媒體人 因為也是從事幕後工作 我發覺他真是 沒有 因為我們台內的節目主持 或是說他對吃 他非常有概念 這一點倒是真的很棒 他可以幫我們節目加分 媒體人老饕 對 所以他叫媒體人老饕 那種嘴巴是很雕的 很挑對不對 但是要媒體的老饕 跟你一起捏很厲害 你的東西就不能... 對不對 對 其實今天我來這邊 是有點緊張 因為照理說 美鳳姐每次邀的 都是一些大廚來 我怎麼能夠過來這邊料理呢 那今天是你料理囉 不是老饕 因為我們靠的是 我的料理技術 可能是一般人在家裡 都可以做的 但是食材好的時候 怎麼樣吃 就會是高檔的料理 食材好 我剛剛也講了是最重要 對 但是作法有很多種 對 那老饕一定吃了很多種 比如說山丁海味 還是什麼樣的甜品 那今天這個鮭魚 我們不知道我們這個... 哈利 是要怎麼樣來作 今天我... 剛剛美鳳姐有講到說 你平常都是吃乾淺鮭魚 是啊 那你今天有什麼不同 今天我也會乾淺 只是乾淺的方法 非常非常非常容易 是直接冷凍的感覺 好,那跟我說 今天兩道菜 叫什麼名字 一個叫作 香煎軟嫩鮭魚 鮭魚豆腐丸子的食材有 鮭魚四十克 新鮮嫩豆腐四十克 蛋一顆 青蔥少許 薑少許 辣椒少許 好,那等一下就看一看 你的豆腐 我開始了嗎 好,開始 我們直接從冰箱裡面 拿出一塊冷凍的鮭魚來 我們都是要解凍啊 對,一般都要解凍嘛 對啊 這個你看 美鳳姐,這個要硬碎碎嘛 對不對,這個要解凍 這個鍋子就在這邊 我們就直接煎了 就把它剪開來之後 那我要開始... 火也不要開 火不要開 不開,什麼都沒有 就通了 我不是要吃三星魚哦 對 直接鮭魚就放進去就好了 這我到第一次看過 這樣等一下就給吃了 我開火 蓋鍋蓋 這個時候開火 開中小火就好了 你爭小,你是... 我們放了個半天 剛剛在問你說 要不要先解凍,對不對 不用,完全不用解凍 你意思就是說 這個鮭魚的成分非常好 不需要像一般的 像挪威、像智利 它們那些要解凍 老實說 其實這個只是一個料理的方法不同 因為一般魚需要解凍 對啊 鮭魚本身油很多 所以你讓它這樣子 慢慢在煎的時候 它一邊在解凍 一邊在把下面煎熟 所以等一下翻過來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底下就非常漂亮 然後魚油又會慢慢出來 煎好一面,翻一面 另外一面也煎好之後 我們可以拿一根叉子 測試一下 熟了之後 所有的魚油 我們也不浪費 等一下再出來變更新 這個比較特別 就剛剛江澤有說 跟挪...挪威... 挪威、智利 不一樣 這是哪裡的 這個 這個是紐西蘭的 這個叫作國王龜 叫King Salmon 沒錯 對 這個我們走過世界各國都知道 我不知道 為什麼叫... 我只知道有被稱為... 稱王、稱後、稱帝王 就帝王蟹我知道 帝王蟹你知道嗎 這個有 這個鳳姐問的這個問題非常好 帝王蟹 就是在那種乾淨的海域 在深海裡面 通常這個網子漁船是撈不到的 所以這個要深海裡面 它的海的品質非常好 所以叫帝王蟹 這個紐西蘭的國王龜 它也是在紐西蘭一個乾淨的海域 它是接受保護區 這個鮭魚活動力非常強 因為它是海峽、原流 兩邊潮流海流很激動 很激的時候 這個鮭魚活動力非常好 它的皮膚非常薄 魚皮非常薄 很容易受傷 可見得 紐西蘭在國王龜的培植上 他們花了很大的心力 讓我請問一下 如果你說蟹 三大都怕有重金屬 對 對不對 對 因為我們要吃魚 他吃的東西又是有種 我們餅也多少吃 所以這方面它也要特別把關 沒錯 其實台灣人我覺得 現在全世界都知道 但是台灣人如果聽到鮭魚 最擔心的就是大型魚 會有重金屬殘留 所以其實魚 或者任何你吃的東西的來源 就非常重要 它只要知道 它是從哪個地方來的 附近沒有任何的重工業 或者是因為 通常會有重金屬 一定是靠近人為的地方 不管是有意還無意排放出來的東西 讓小魚吃到 中魚在吃、大魚在吃 才會有重金屬殘留 了解 好,我們現在看它 它慢慢煎 我們一邊還可以再準備下一道菜 趕快 下一道 我們期待 下一道菜 我拿這個國王龜玉的魚尾 為什麼用魚尾呢 因為魚尾的部分 它這個骨頭比較好處理掉 它比較不會一些小細刺 就很簡單 把後面這個骨頭給騙下來就好了 這骨頭自己在家裡 要去熬湯 或者是做其他處理都可以 都很棒 請問一下 這個多久 我們可以來這裡變軌嗎 一邊在聽它的聲音 一邊要聞它的香氣 對 聽聲音 對 辨別 有,聞到了 有沒有 這個風向又聞到了 然後鳳姐,你看它的表面 它剛剛表面呈現一種 有一點橘橘的這種橘的顏色 對不對 但它開始下半部 已經開始變得有點粉白 這邊還是橘 這邊比較粉白 所以還沒嗎 當它整個粉白的時候 就是翻面的時候 OK,這樣 我摸一摸 你好,學到了 這學到了 我學到了 通常我是煎牛排 會變成這個樣 煎牛排下面看到 上、下 然後翻面 其實江Sir就講到一個 台灣人普遍來講 對於譬如說牛肉、牛排 大家會知道說牛肉有分 哪裡哪裡來的牛肉 我要吃美國牛、澳洲牛 還是哪裡的牛 魚、鮭魚 大家比較沒有任何的概念 就是說鮭魚就是鮭魚 到底從哪裡來吃 一般人也不一定知道 我這個魚尾巴就骨頭去掉了之後 切成細末 這邊已經有切好的 好 跟一塊豆腐混合一下之後 揉成丸子蒸一蒸 揉成丸子蒸一蒸 我聽說今年最流行的粽子 是有用鮭魚肉做粽子 沒錯 沒有,沒有,以前說 沒吃到 你早點講嘛 對啊,真的是 變白了 好,那我們把它翻面囉 這個翻魚這麼困難的事情 就由你來 我來嗎 是啊 我要不要先弄給它 看它會不會動 不要 它已經會動了 會動就表示已經可以翻面了 也是熟了 我發覺鳳姐很會作菜 看它剛剛盤子這樣移動一下 我以為它要屁股 掌聲鼓勵鼓勵 好漂亮 不會一直這樣 好漂亮 因為啊 真的是這樣子就可以了,你看 我跟你講 這不用解凍 好厲害 你把我這步學起來了 等一下還有一步更厲害是 鳳姐,你看它這邊 有一堆魚油對不對 對啊 鮭魚最好 就是它這個魚油裡面的 Omega-3嘛 不管對心血管 皮膚什麼都很有幫助 我們利用剛剛切好的一些 薑末、蔥末、紅椒末 這整個魚煎好了之後 放起來 這個下去用魚溫 稍微爆炒一下 要把它放在上面 這樣配起來就很好吃了 也利用它本身的油 對,這樣油也沒有浪費掉 沒錯 好,差不多魚肉跟豆腐的量 我們就說豆腐差不多是一半 但是豆腐重點是要過篩 過篩 豆腐這樣作法我也很喜歡 因為我們以前豆腐 都是切幾塊下去煎 不然就像煮湯而已 不知道它這樣用它 放魚肉、放到底 你現在放這是什麼 蛋白 一點點蛋白 來,剛剛一點點有機的太白粉 好 麻油來一點 麻油來一點 好 醬油來一點 醬油一點點就好了 這個是鹽嗎 對 這應該是混過黑胡椒粉的鹽吧 對 而且還有竹炭 竹炭鹽 竹炭鹽 鳳姐這邊用的調味料都是好調味料 一定要的 就像我們用的食材都很好 國王粿 我現在知道 廣場以前我都有吃... 一星期大概一天、兩天自己要吃魚 吃魚 對 那挑選好的魚是很重要 我今天上一課了 這個鮭魚以前就吃到鮭魚了 你要兩隻 兩隻那個嗎 而且很方便 這個所有家庭主婦在家裡面 要不要這樣 而且這個... 你太厲害 你還給我冰冰下熟火了 他剛剛冰冰耶 你這樣嚇人耶 而且那個油都沒有戒出來 我戒得多快 我就怕你斷掉、戒冰冰 他還給我冰冰 這個火我就不開了 我們就用餘溫 把這個東西稍微... 這樣嗎 對 好 因為這個鍋子還有這個力度 繃繃繃 然後鹽這邊 剛剛魚完全沒有放鹽嘛 鹽放在這裡 這個待會兒鋪上去就好了 這個我發覺 每一個媽媽看了都好開心 超快速嘛,對不對 還節儉 不用另外再游 如果要蔥仔吃比較多人 你就多放一些 對不對 都OK啦 我如果要豆腐 我也可以切一點油 把它放下去也OK 讚 也是香 好 接下來就把這個爆香過的魚油 來整個附在上面 這個花色還經過挑選哦 是不是 魚油也沒浪費到 你看 鹹味也有了 鹽油也有 看著我們口水都流下來了 對 漂亮啊 好,漂亮 一道菜也完成了 好 就這麼輕鬆 快速嘛 就這麼輕鬆 好,那這一道菜要加快速度了 沒問題 這個是... 原本是我們幫幼兒、嬰兒 所設計的一道菜 結果後來發現 其實這道菜成人吃也非常好吃 就是... 它其實很單純 它就是豆腐跟鮭魚兩個 混在一起的主食菜 然後呢 你把它弄成像丸子一樣的狀態的時候 有其吃 真是好吃 你看 這裡頭前這幾塊 這就是把我們切好 冷凍好 有比較薄、有比較厚耶 它其實是每一包都是以重量 重量 對 每一包差不多兩百... 五十克到兩百八十克左右 那等於就是說 每一包裡頭 可能有細的、有切厚的 是的 或什麼 對 了解 好 就好了 來 好 現在要蒸了 好 請問要蒸多久 這個其實蒸一個 大概七、八分鐘差不多就好了 大火囉 好 好的 大火 因為其實這個國王龜 都是生食等級的 所以其實一般人說 像外國人在外面吃 這鮭魚其實都喜歡煎到差不多 六、七分熟 反而帶一點點生 只是在台灣 大家比較習慣吃到在家裡的魚 還是要把它弄到全熟 我啦,我是要吃比較熟的 所以這個時間 雖然說也不會沾過很久 你看他剛才整塊冷凍 直接這樣煮而已 看起來也很漂亮 好,因為這是要有時間的關係 我們等待會兒 然後我們直接上桌 然後跟大家來分享囉 好,我們可以準備上菜囉 好 上菜 好 那就自己趕自己 好,開動 我來先吃這個 好 我先吃這個 又酥酥、焦焦焦焦 這個旁邊魚油都沒有浪費到 這個不瞞阿姬講 我還真喜歡吃這個魚皮 這 吃到冷凍下去 煎我還覺得吃得焦焦焦 又酥酥 哈利,我學到了耶 在家裡很容易做 是嗎 有點像吃... 真的像吃和牛耶 對啊 我咬到嘴裡像吃和牛 而且我覺得一點刺都沒有 這個刺痛 對啊,鮭魚就是好 我們剛剛其實一點油都沒有放嘛 你看上面一堆油 對 美鳳姐,你們慢慢吃 我這邊旁邊呢 我有帶了一個台灣一般市面上 買到的挪威跟智利的鮭魚 這就是我剛剛講 我們直接來一個比較吃飯 台灣大部分是挪威跟智利 台灣不論到任何的賣場 大概挪威 幾乎買到都是挪威或智利的 智利的 差別在哪裡我是不知道 如果從外表看 其實最容易看的感覺就是 其實智利的鮭魚 怎麼辨別 智利一般台灣能夠在賣的 都是以譬如說研製過的 它的油脂最不多 OK 油脂最少 所以你看它其實沒有什麼 油脂的狀態 這一粒一粒有粉白白 這個很白、很厚、很粗的 這樣子的東西都是挪威來 大概是這樣子 我們一般在超市看到豆之前 通常是我們 好 其實紐西蘭的國王龜解凍之後 你看它這個光魚油 這個不是裡面的水 它就是魚油 魚油 全部都已經旁邊都是這樣的魚油 漂亮耶 它的顏色 國王龜有一個特色 因為它在紐西蘭養殖 它是以魚海比例 魚2% 海水98% 所以就是一個完全放養的狀態 意思是空間很大 對 很大的空間 很多現在在世界上面 養鮭魚的都是以密集養殖的方式 在養的 不管魚、豬、雞、牛羊 當大家密集養的時候 那些動物就不能動 那個空間有限 對 從生下來到成長的環境 都是縮在那邊 搞不好跟自己的排泄物 什麼都在一起 這種狀況 所以放養養的就是 海水乾淨 它住的環境乾淨 然後本身魚是可以游動的 我知道了 就像人家說雞肉有土雞的意思一樣 沒錯 吃吃看這個 這個鮭魚豆腐丸子 豆腐 我想吃這個 我再多吃一點 這是鮭魚豆腐丸 對 鮭魚豆腐丸子 那個豆腐我們吃起來就綿綿的嘛 但是裡面掺雜的那個鮭魚味 又不會太膩 然後又很清新 一定不會膩 又加了那個豆腐 對,又很清淡 然後我就覺得滿好的 我剛剛吃了那個魚皮 那個魚皮又鬆鬆 然後還有一點那個腐質 淡薄的那種腐質 好吃 好吃 因為我們對於鮭魚的香菜 如何鮭 我們不是說很有研究 我們現在也來上課 跟大家來分享 我們的國王粿 他一定特別特別去研究 包括它的遺棄的地方 環境 還有它的魚好營養 在哪裡 我想今天一隻 跟大家說清楚 大家更了解一下 跟美鳳姐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這個其實是 國外有一個叫作 海洋守候 主要它是針對於 美國海鮮消費 就是給所有消費者看的 海鮮消費指南 所以你上這個網站 可以輸入所有的海鮮 它會告訴你說 在什麼樣子海域的什麼海鮮 是綠燈 是紅燈 是黃燈 其實上去打鮭魚呢 當然我們這裡面 只有剪出部分的啦 如果選擇以鮭魚的話呢 最讓人家覺得意外跟驚訝的就是 所有這個紅燈 就叫作避免食用嘛 品種 有各式各樣不同的品種 剛剛講過智利或挪威 它們可能叫銀龜 紅龜 大西洋龜 這是台灣知道的 養殖方法都一樣 都是鄉王 但是紅燈的地區居然是 蘇格蘭啦 智利啦 挪威啦 加拿大 其實這個反而是台灣 普遍能夠吃到 最多產地來源的鮭魚 那當然我必須得講說 譬如說以同樣 它們像挪威也好了 它因為養殖鮭魚太大了 它們整個國家出口鮭魚 非常依賴鮭魚的出口 所以它們自然在那個國家裡面 會有一些比較好的商人 或有一些可能不肖的商人 那不肖的方式養殖鮭魚 會造成什麼樣的狀態 就是對於海洋的破壞 對於環境的汙染 其實都是不好的 所以全世界只有 非常非常少數的地方 是得到綠燈的 而紐西蘭的鮭魚是 全世界唯一以 淡水、海洋、養殖的鮭魚 是綠燈最佳選擇 對 剛才你煎的那三款 我們來區分一下 區分一下 其實我剛剛當然都是用 非常軟嫩的方式煎的 我們用這個湯匙 稍微看一下好了 智利的這個鮭魚 它其實都有... 它包裝上面都會有特別寫 叫作 所以它其實都用了薄鹽先製過 所謂薄鹽大概也是30%的鹽 那其實你稍微把它肉扒扒開 你就會發現它的肉柴柴的 就沒什麼水分 沒什麼汁液的感覺 對 那同樣這個 今天買的這個挪威鮭魚 我還特別選漂亮一點挪威鮭魚 它剛剛白色脂肪很多嘛 但是你看 你同樣把它弄開來的時候 也是 你可以看到它的這個狀況 它並不是屬於那種嫩的 就整個像這裡面是... 整個是非常多汁軟嫩的感覺 有點粉粉的 對 你看國王龜整個壓下去的時候 它其實... 雖然壓的是扁扁的 但它其實油脂都還是在肉中 滿有彈性的感覺 所以你吃它 你不會覺得就是柴柴的 我跟你說 我們這是紐西蘭的鮭魚嘛 我們也要了解 它是不是國際認證 我們可以更清楚 好 紐西蘭其實他們整個國家 開始養鮭魚 大概也就是近20年左右的事情 他們在紐西蘭當地 其實紐西蘭國王龜得到 非常非常多的獎 但如果以世界國際上面來認證呢 有一個叫BAP的 叫做最佳水產養殖規範 它專門就是針對於全世界的 所有海產養殖的單位 再做一些認證 他們可能要派專員去養殖場 當地住一年的 它可能是從魚的幼苗 到鮮魚 到捕撈方式等等 一系列的去追蹤 他們給了紐西蘭國王龜 叫做最佳水產養殖規範 那其實另外兩個比較重要 一個剛剛Sea 4 Watch 我有講過了 另外有一個加拿大的 它叫做海洋製者 因為很多海鮮產品 是養在大海裡面的 當你養在大海裡面沒有 比如說你打了藥也好 或者太高密度也好 所有影響到 都是這個洋流會跟著走 會破壞整個地球的嘛 海洋製者 加拿大的海洋製者 給紐西蘭國王龜認證叫作 友善地球 友善 用這名字好貼心哦 所以它是一個永續經營的海產業 這是真的 這個很重要 鮭魚雖然我們經常吃 不過真的有人可能會去了解 今天透過我們美鳳有約 請到兩位 一個是老饕 我們江舌一個是達魚歸人 就是我們哈利 讓我們知道說 食安 我們要吃這個食材很重要 我們品質要很好 我們吃到才會安心 所以如果去外面有機會 買到鮭魚的時候 不妨再多看紐西蘭 OK,開下去 好,今天非常謝謝二位光臨 謝謝 讓我又上了一課耶 冷凍直接煎 還真好吃耶 厲害 對 沒錯耶 對 真的 吃 吃得安心 吃